嗨各位MKC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MKC主播陈希君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这一次我们要谈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议题 这就是你幸福吗 我们这可不是婚姻的广告公司在跟推出大家赶快结婚 我们是要跟随一个最近很夯的议题就是 企业都在讲幸福感 国家也在讲幸福利 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会幸福 最近国家刚把我们的基本薪水调到109元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让各位荷包稍微变厚一点点 我个人是几乎完全没有感觉 那想想 难道钱多了你就会更快乐一点吗 前一阵子有很多高官 那些高官贪污 可是想想看他们的家事背景 他们所拥有的物质条件 应该不需要他们在贪污那一点钱 让他们生活过得更好吧 所以说这样看起来 钱多也并不是幸福的关键 那怎么样才会幸福呢 价多 前一阵子吧 国内有个出版公司在书展的时候就当众宣布 为了让员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他决定在内部推动周休三日 当然员工是一片较好 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 难道多放一点价 就会真的会变得比较幸福吗 我看也是抱着很大的疑问 最近为了推展国家幸福力这个主题 我们中国生产力东西的许盛雄 董事长邀请到了不丹的前总理 来谈论下 怎么让国家更幸福这个议题 那在这个论坛之中 他就提到 其实我们会不幸福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因为我们害怕 我们害怕我们现在生活 我们害怕现在生活不能持续到以后 所以我们拼命 斩资源 抢资源 就这样一直下变成什么 变成 每个人都这样做 社会上所有的资源就不够 那这事实际上是怎么造成的呢 其实是我们社会情境的整体氛围来造成 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你看看 街上吃东西的店是鼓励你什么 吃到饱 我们用手机上网络在告诉你干嘛 讲到饱 网络用到饱 在这样的情境下 大家都想 我要老本 我要老本 一旦不老本 就感觉自己好像亏了 而且 你看着别人这样做 你好像感觉 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会不会东西都被别人抢走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氛围下 慢慢的 我们有足够 就变成一个不足 要贪婪 才会让满足我们不安 因此 要 脱离我们的恐惧 要让我们真正 拥有幸福 第一个点 其实先 知足 我们先知道 对我们人生来说 什么样 是足够的 对我们 企业 对我们国家来说 什么样是一个刚刚好的发展 那这样的一个氛围 其实不只是靠个体 或是单靠国家的努力 因为就像我 如同刚才所说 这样的一个氛围 是整体社会所造成的 因此 如果要造成 幸福感的话 必须还要社会上 每一个分子的来带动 而且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幸福跟我们的资源有关 如果每个人 都要幸福 势必每个人都要分配到足够的资源 可是当资源不够多的时候 该怎么办 这时候呢 一个有效 强而有力的 社会运作 资源 机制 就会成为我们追求幸福的关键 就如同 如果要讲究国家幸福利 的话 单只有 人民的心理引导 也是不够 还要有什么 背后要有 这个国家 机器 很强力的 把所有的资源 做对妥善的运用 做最适切的分配 甚至于跟世界去竞争 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呢 你才有 足够的资源条件 来确保你国民的 基本 幸福需求 因此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其实不管是企业主 企业员工 甚至你是个主管呢 对于追求幸福这件事情呢 你都有你的责任 企业 该用你的愿景 该用你的文化 来潜移目望你员工 让员工知道什么叫知足 怎么样幸福的发展方向 如果你是个主管呢 你就应该提供一个 员工明确的 职业发展舞台 培养他的能力 让他不会因为现在的能力不足 或职位太低呢 而对未来感到 害怕 感到不安定 那甚至于是个人呢 我们就应该 彻底的去解析 我们生活中 到底真正需要的东西 是什么 那最后呢 跟各位提醒一下 一个小小的概念 过往 我们都认为 这种幸福是需要人家来教导的 所以我们用了各种案例 出了各种书 来教你 怎么样是幸福 其实呢 如果从第一个观点来看 幸福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境 有所不同 所以从来没有 人可以教你 什么是幸福 幸福应该是被引导的 不管是企业国家或个人 甚至于其他的教化机构 应该是用引导的方式 来 导正 我们社会的整体风气 或导正 我们的思维方式 让我们从个人的心做起 那听到这边呢 如果各位对于追求幸福呢 还要想更深的了解的话呢 欢迎上我们 MQC网站 打上我们董事长许盛雄的名字 或是打上幸福这两个字呢 我们就会出现相关的知识物件 最后呢 希望大家都能一个幸福的生活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